欢迎收看 欢迎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您好 我是董静乔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破析 打开视野 也邀请透过YouTube收看的观众朋友 帮我们按赞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能踊跃留言 互动更好 这样有助于演算法推荐 让更多人看到 马上介绍今天的三位来宾 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凤馨 大家好 还有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 郑继文 靳乔好 大家好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聚焦 当美国总统拜登 他持续面临民主党内 换帅声浪之际 北约75周年的峰会 在9日到11日 在华府登场 而拜登在稍早的开幕演说上 他的态度非常的强硬 他声称北约比以往更加的强大了 同时宣布要再对乌克兰进行军援 立抗俄罗斯跟普丁 并且将与英国的新首相 施凯尔进行首次的面对面会谈 来巩固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 而另一边我们则是看到了印度总理莫迪 他访问莫斯科跟普丁是热情的拥抱场面 两边的阵营究竟是在打什么算盘 而且美国的CNN点出 拜登在拯救乌克兰前 他其实必须先利用北约峰会的声量 来拯救自己 毕竟在之前的电视辩论会上面 表现实在是太惨烈了 而这届的北约峰会 就这样笼罩在拜登连任前景不明的隐忧之下 北约的盟友当然也是在紧盯 拜登总统的一言一行 就怕他会失言或是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 那么这位老人家会是川普重返白宫 卷土重来的最后一道防线吗 想先问凤鑫姐 其实他未来的防线还会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他要不断不断的证明说 他的思维他的逻辑 然后他没有衰弱 他并没有这个失智的现象 他还是可以继续的治理国家 但我觉得其实困难度越来越高 这一次的北约峰会 其实是拜登的自救 也是北约的自救 我们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当然就是我们知道 在一个川普即将回归的这样的阴影的情况之下 那么对于拜登而言 因为他那个灾难式的辩论 而且辩论完了之后 他立刻上ABC接受专访 就你知道今天最不幸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专访他的那个ABC记者 他就说 我认为他撑不了那四年 他没有办法在四年之内 继续的治理这个国家 当然他私下被录音的 他就很快的很懊恼说 他怎么会被录音 然后讲了这些话 但他不能否认他讲这些话 那这一类的事情 你要知道就是一个人的衰落 一个人的失智 其实他的速度常会来得又急又快 那现在白宫已经释放出来说 其实呢他只要每一天工作的时间 限定在九点到四点 他的表现是还不错的 可是民众就不免会怀疑说 那以后工作时间会不会越来越短 他可以保持清醒的时间会不会越来越短 那可是对于美国来讲 他是24小时要去掌握全世界的动态 他掌握得住吗 尤其是有时差的欧洲发生任何状况 他掌握得住吗 所以我认为呢 其实今年底的选举 它势必是一个后拜登时代的选举 这个后拜登一来就是 因为现在呢川普当选的几率越来越高 但我觉得这个后拜登还包括了就是 我认为70%的几率 民主党一定会换拜登 只是换的方式优雅或不优雅 那拜登他到底抵抗的情况有多么的惨烈 差别只是在这边而已 那迎接后拜登时期呢 其实对于北约的这些领袖来说 怎么样子让这个北约的状况更巩固 是他们现在内心里头最大的隐忧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知道 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 其实对北约就没有好脸色 到了第二任的时候呢 如果他重新入主白宫 他对于北约的所有的支出 只会更减少 不会增加 因为你去看这个共和党 其实他们在他们的党纲 现在几乎变成了一个 川普的竞选文宣 在那个党纲当中呢 其实对外的事物就已经是限缩了 所以川普已经成功地 让共和党变成了一个 朝向孤立主义 或者至少是去全球主义的一个政党 那在这种政党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川普个人的意愿 未来的北约要再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困难度是越来越高 所以今天的这一个北约峰会 你可以视为是拜登的竞选造势活动 但是呢 这个竞选造势活动对于拜登的选举 帮助是非常有限的 是我想不管是这个拜登总统的身体状况 还是他的精神状态 都会让这个民主党上下 甚至是北约的盟友们都有点担心 而对照北约峰会这次笼罩 在许多的脆弱啦 这些焦虑的氛围中 印度总理莫迪这边呢 他选在了北约峰会前夕 访问俄罗斯 受到了普丁的热烈迎接 甚至还开这个越野车 在莫迪去兜风 那或者也表示 无论是什么样的天气 俄罗斯呢 都是印度的真朋友 哇 这话说了就很好听了 那背后又是什么样的政治讯号呢 想请问一下永明兄 其实这边讲的没错嘛 那是在北约峰会的前夕 莫迪去莫迪去莫斯科见普京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第一个 印太战略以前不是讲Quad吗 四方安全对话 也就是日 韩 印度和澳洲 那印度这一次告诉你说 我不跟你玩这一套了 因为大家知道 到北约去 到华盛顿去 是帮拜登做造势大会 那他并不是美国的盟邦 那他这次如果去的话 他等于就完全靠向美国 所以呢 他也认为 这不是他要去的这个美国 去美国的这个时间点 那同时呢 也证明这个印太战略 其实要瓦解 为什么 那个澳洲总理也不去 就抓了一个 就是纽西兰 那日本 韩国这两个领袖 岸田跟尹熙悦 根本已经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下来了 尹熙悦已经掰咖了 对不对 所以另外一个时间点是在上个礼拜的上和会之后 那在哈萨克和这个上和会 莫迪选择不出席 而上和会变成习近平跟普京的见面的场合 所以他在这两个时间点 不去华盛顿的北约高峰会 在上和会也不出席 然后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去莫斯科 这已经有很高的一个 就是说在大国之间玩平衡游戏的这种地缘政治的考量 那我觉得我看中的比较是 印度已经不看好拜登 已经不看好这个印太战略 莫迪就是这么现实的人 那这个时间点去 他当然就印度跟莫斯科双方的关系 那当然两个点 第一个 其实他们两个 莫迪跟普京 上次见面其实已经是两年多前 你在2022年的上和会的时候 来见面 中间并没有见面 所以呢 这两年刚好就是俄乌战争的最高峰嘛 所以到现在为止 他必须要去修补一下 维系一下 他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两年期间 另外一方面 中俄的关系越来越麻吉 对不对 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 也有在玩一个平衡 你看到他在印度中印边界 也开始在做一些强化 那怎么玩平衡呢 这个并不容易 因为在这个两年 他其实是购买了大量的 俄罗斯的原油 天然气 矿物 甚至宝石 我看了个上去年的数字 中俄 印恶 印恶的这个贸易来到了 517亿 而俄罗斯卖给印度的 能源天然气矿物宝石 高达479亿 印度有卖东西给俄罗斯吗 几乎是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占尽了便宜 所以美国大概对他也是觉得 你就是多买一点油 所以并没有那么的苛责 可是对中国大陆确实 2000亿 超过2000亿的中俄的贸易 有超过 有将近1000亿以上 是中国的产品 整个去填补西方制裁之后 留下的这个空缺 里面有一些军民两用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数字上的差别 但是呢 我觉得它是 让俄罗斯感觉到 我在武器 我在能源 我在跟你双边关系 我还是在这个时间点 他们在华盛顿开party 挺拜 我来这边 跟你这个说 维持我们 这个印恶之间的关系 其实还蛮有一点 那种血冲送炭 所以看得出来 莫迪虽然是第三任 但是呢 他还是懂得这个地缘政治 可是他有多少影响力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是 好 那至于在最后一刻 选择要出席北约峰会的南韩总统尹锡悦 他在先前俄罗斯跟北韩签署了防御协议之后呢 就跟俄方闹得是有点僵了 现在又在北约的场子上面 是喊话呼吁俄罗斯说 要想清楚南北韩当中选边站的关系 不过克里姆林宫呢 也是反奉回应到 说俄罗斯要如何与这些加入国际制裁的国家来处好关系呢 特别是俄罗斯现在跟北韩之间 这个铁血战友的认同度是再深化 而且普丁在五六月的时候呢 是展开了怀念老朋友之旅 先后去访问到了中国大陆 北韩越南现在又迎来了印度的这个莫迪 那普丁是不是在证明说 俄罗斯有许多的友好势力 在强化区域影响力上面呢 他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总编 确实哦 俄罗斯自俄乌战争开打到现在 他欧美国家对他已经几轮着制裁 可以说是全世界被制裁国家这个天花板 从来没有国家被制裁那么严重 而且大家知道普丁在2023年3月 还被国际刑事法庭以战争罪正式进行通缉 但很有趣的到目前为止 普丁还是不时的到一些国家访问 比如说中亚国家 比如说中国大陆 印度等等 而且在与相关国家还不断的加强相关的关系 特别是最近期就是跟北韩 签计了全面战略伙伴 这个条约在军事安全 在外交 在贸易等等进一步加强合作 当然隐医院对此身为不满 隐医院有放话 你如果说进行武器科技的输出的话 我不排除对乌克兰的援助 其实会进一步升级 当然其实这是下不了俄罗斯 因为对俄罗斯来讲 我在制裁的状况之下 特别你韩国也是加入制裁集团 对我非常不友好 原始我怎么会在意你 我持续强化和北韩的关系 事实上不只是两韩和俄罗斯 中美还有俄罗斯三变的关系 其实也类似 特别是刚才杨老师有讲到 中俄之间的贸易 早已经突破2000亿 而且他们双边的关系 其实有很大部分相互弥补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在这个能源 还有一些矿物方面 大量输出到中国大陆 而中国大陆的大量产品 特别是工业民生等等产品 输入给俄罗斯 而且他们的很多交易 是用人民币或卢布来结算 这个让双方在国际贸易 或者针对国际这种金融秩序 带来对它的冲击下 其实有很好的避险的功能 因此从这几波俄罗斯的相关国家的运作 我们可以发现 即使欧美国家对它围得像铁桶一样 但在复杂的国际情势 已经多边的关系里面 它还是有很多可以见缝插针的机会 毕竟对于很多国家在利益至上 借这样的一个时局 其实还是可以从中取得 对自己最有利的这个地方 好 那我再来想请教一下杨老师了 路透社有一个报道说是印度计划要斥资10亿美元 加速在印度东北方跟中国大陆交界的阿鲁纳查审 要打造12座的水利发电站 那这会让原本就已经持有冲突的中印边境的态势 会不会又是攻险紧绷 就怕一有个什么风水草动 这个箭就要射出去 中印的边境分东西两大块 总共长达3800公里 那是很长的一个边境 尤其藏南地区的这一块 那我们现在看在阿鲁纳查省的这一个地方 就是冲突发生之所在 那不只是它最近花了10亿要做12个所谓的发电厂 水利发电厂 那这个当然因为从西藏地区是所有的水利发电厂的 就是所有的灌溉水资源的上游 那整个这样的下来它在这边要做的话 其实关键还是在上游在中国大陆这边的管控 会不会是一个问题 那可是它一旦做起来之后 当然对印度的本身的发电灌溉会有影响 会有帮助 可是它还是取决于中印关系 那可是我最近看到在美国的防卫新闻 有一则报道 就这个礼拜 就是印度准备要去发展 由俄罗斯提供的引擎建构轻型坦克 轻型坦克 而且具有高度的移动爬山的能力 目前是在开发中 但它觉得说应该很快可以完成 希望能够在一两年之内部署达到300辆 那这个亲近坦克 当然就是直接面对整个阿鲁纳沙省的地形 地貌所发展出来 所以它还是在准备可能的军事上的攻击 中国大陆这边也在准备 所以像我们看到在最近附近的机场里面 甚至有这个歼20的这个部署 这些画面都有出来 因此双方未来的这种冲突 我觉得仍然是存在的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五角大厦八日证实了 为了维持与中国大陆及俄罗斯的核贺阻能力呢 尽管这个哨兵洲际弹道飞弹的计划预知啊 已经超值80%了 最新评估估值达到了1410亿美元 这个预算一直加问题还一大堆的计划 为什么美国政府就像是别无选择一样 好像头已经洗下去了 只能继续砸钱投注在这个计划上面的感觉 其实对于美国军方来讲 这不得已而为之 尤其是这个对于他目前来讲 他陆基的洲际飞弹 他是核武库 其实非常的成就 那我们看新闻 有时候美国空军会进行 所谓的义勇斌三号洲际飞弹的试射 那义勇斌三号目前就是他 这个主力的陆基战略核武 我必须为大家科普一下 义勇斌三号 他从1970年代初开始服役 大家掐指一算 哇算起来现在快50年 那虽然进行了很多升级 包括软硬件升级 尤其是他核弹头也进行升级 但这笔维护的费用 还有他的许多 他的指数已经这个越来越落后 虽然他的射程还是很强 包括射程是14000公里 那另外他的精确度也很高 这个他的圆周误差工算大概200公尺 这个对战略核武来讲是一个大杀器 但毕竟跟俄罗斯和中国大陆新的陆基 这个飞弹来讲 他在很多指标已经落后 这就迫使美国军方必须要发展 所谓的哨兵 哨兵他已经发展好几年 那原先估计大概2028、2029之间 可以开始服役 但他就像很多美国武器的开发计划 比如说F-35 这阵子问题一大堆 那美国军方不断要撒钱 进行软硬件的修改 那另外他海基的核武哥伦比亚 这个洲际飞弹前舰 他也是预算不断地超支 而且计划推迟 这个已经变成美国军方 开发新武器的一个常态 但由于现有的武器库过于成就 必须又以新装备来换装 因此他也只好忍受预算节节升高 然后进度有相当的推迟 他还是要硬着头皮走下去 否则对于美国它的核武的威责能力 这是有极大的损害 好我们再来透过图卡 来带您更进一步了解 这个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 国际和平研究所指出 中国的洲际弹道飞弹 他们的扩张速度非常的显著 而目前拥有这个核第一名的是俄罗斯 他们的核弹头数量是5580枚 美国以5044枚是紧追债后 而中国则是从去年的410枚 增加为500枚 虽然只排第三名 但因为它的机器比较低 所以扩充成长比反应起来 这个速度就很有感 那如果按照这个节奏继续run下去 到2030年的时候 它可能就可以比肩 美俄两强的核弹头数量了 那么北京也说话了 它一再地强调 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 那究竟把这个世界拉回到 冷战状态的是谁 美欧等西方势力 他们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的目的 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解读 冯兴姐 最近其实有习近平国师之称的郑永年 他是政治经济学家 他其实有一段谈话 我觉得是非常的经典 因为你去呼应 之前金融时报的报道 其实是相互对照的 他先说 如果说在这一次的俄乌战争 以及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战争 中国如果选边站的话 第三次世界大战早就已经爆发了 那他也提到说 美国有意要将整个的战火 拉到亚太地区 所以他反映了就是 今年金融时报 他去报导说 习近平有告诉冯德莱恩 当然我们现在无从证实说 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说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 金融时报的这个报导 冯德莱恩是没有否认的 而这个新闻报导完了之后 只有美国国务院跳出来说 我们没有做这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 习近平告诉冯德莱恩说 美国一心意希望 中国在附近发生战争 但是他不会上这场战 他不会上这个档 他说美国一直希望 能够发生台海战争 所以中国是不会上这个档的 所以你跟郑永远的谈话 其实是呼应 呼应就是 他们现在心目中是认定 美国希望在整个的亚太地区 能够不管是台海或南海 如果发生了一场战争 而美国可以在不介入的情况之下 不损耗自己元气的情况之下 把中国拖入战争 然后也就拖累了中国的崛起 这个是美国的最高战略目标 但是中国大陆这方面的战略 耐心定力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非常有趣的是 昨天其实有一项全球的民调 皮油研究中心 他刚好在五月初的时候 他针对了三十五个国家 做了相关的 就是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些看法 很细腻的调查 里面问了经济的问题 问了好感度的调查 影响力的问题 他里面在亚太地区 他一共挑选了十个国家 那问这十个国家说 你觉得 就是先问了说 你对于中国大陆 跟你之间的领土纠纷 你有没有非常的在意 那你要知道就是中国大陆 其实亚太地区到目前为止 还是领土纠纷相当复杂的地方 那中国大陆 因为它的边界非常非常的长 所以跟很多国家 其实是有边界上面的纠纷的 那很多国家都表达了高度的关注 但是接着问说 你觉得中国大陆 对于全球的和平跟稳定 是有正面贡献的 还是负面贡献的 有趣了 在这十个国家当中 我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 十个国家当中 六个国家高度肯定 中国大陆对于世界和平的贡献 泰国是80% 马来西亚是76% 新加坡是73% 斯里兰卡是72% 孟加拉是64% 就连菲律宾都有57% 高度肯定 中国大陆对于全球的和平跟稳定 是有贡献的 是正面的贡献 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泰国我不让我意外 但菲律宾的数字蛮让我意外的 但是也有四个国家 对于中国大陆的 这个和平稳定贡献 是负面的 那就是日本 韩国 然后印度以及澳洲 就这一次要参加北约的 这四个国家 非常有趣 都只有大概两层多 不到三层 可是有趣的地方是 他们肯定中国大陆 在和平上面的贡献 已经比五年前高一点了 这代表的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大陆在这段期间 其实当美国不断要强化 中国威胁论的时候 周边国家 除了日韩 还有纽 对不起不是纽西韩 是澳洲 然后跟印度之外 你会发现 东南亚国家是不接受的 南亚其他国家是不接受的 相反的 他们认为 中国在和平上面 贡献度是正面的 是 不过风行姐讲完 东南亚国家 他们并不太认同 这样的说法 但英国的前陆军 总参谋总长 桑德斯 他却认为说 其实第三次世界大战 或许 距离我们的这个时间 比想象中的各进 它是设定在 有可能在2030年之前 就会发生 而且他认为 中国与俄罗斯 这个形成的新轴心 是比当年二战轴心国 构成的挑战 更加危险的 杨老师 你怎么会解读 这个前英国陆军参谋总长 桑德斯 他这样语出惊人的发言 因为他是前参谋总长 现任就是比较感受 不是 因为他现在的工作 跟他未来的收入 就靠这个东西了 对不对 你就要进入到军工复合体里面 去寻求你下一个阶段的收入 不过他也讲出 讲出的就是说 英国的一个实际的问题 他说英国现在的武装部队 因为他是陆军参谋长 对 他很清楚 英国的现在的参谋部 这个武装部队 不足以发动2003年攻打伊拉克南部 甚至不足以去针对 1982年攻击福克兰群岛的行动 也就是整个英国的部队 他觉得现在是已经衰落了 对 所以他是呼吁说 英国要自己投资自己 他说未来可能在7到8年 甚至10年左右 会发生势力大战 如果发生的话 我们现在的装备武器都不足以 你知道他要钱嘛 他要投资嘛 对不对 但也讲出了一个事实 可是另外一方面当然 他也说 这个中俄的轴心会发动战争 而他现在的整个发展 比过去纳粹的时候 还要更加的毛骨手 所以这个人讲话 非常具有煽动性 那我就看到 刚才奉心所讲的 就是西方媒体 还有台湾 就是国际上的反中媒体 就不断地在讲这个 上德斯讲的内容 那其实都没有再报道 那上个月 五月份的时候呢 中国大陆参谋长 和英国的国防部的参谋长 也有对话 双方在谈军事上的这个 就是管道啊 沟通啊等等之类的 英国是美国的特别关系伙伴 我们叫special relationship 所以呢 他等于当然就是在 可能是为军工复合体 也是为英美之间 那他里面讲的最重要一句话 我们一定要在这次 俄国战争当中啊 所以要把俄罗斯打败 那未来他就不会发生热战了 你就知道他目标了 好 我们谢谢杨老师的说法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呢 稍后回来 要带您持续探讨 中芯这个5奈米晶片 如何来助攻华为的 三折手机 有这么厉害吗 稍后带您来看 好观众朋友 欢迎全世界要持续带您来关心 是美中晶片战打得火热 而且看起来呢 这回是一个长期的赛局 遭到欧美势力围堵的华为呢 现在只能自立自强了 用产品来说话 来突破封锁 他们借2023年推出的 搭载了中芯打造的 7奈米制程晶片 Mate60系列的智慧型手机之后呢 今年是更加厉害了 来看科技媒体 WCCF Tech的报导说呢 今年的Mate70系列 搭载的麒麟9100 这款新的处理器 是中芯以5奈米技术打造的 这性能渴望超越了 高通消融的8Gen2 那不过 华为现在使用的这个DUV设备 从7奈米降到5奈米 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成本会非常的高 那风轻姐 您怎么看 中芯跟华为这一次推出新产品 它成本跟地位上的考量 成本高 而且良率偏低 但是呢 它反映出来就是 它在没有EUV的情况之下 它的技术工艺其实已经达到了极为先进的水准 如果说你今天可以用DUV 用重复曝光的方式 不管它那个良率是两层 或者是再更高一点 但无论如何呢 它可以做到5奈米 这其实已经是DUV 它所能够做到的极致了 那我现在请教的半导体专家 他们大概都公认就是 用DUV要做到5奈米 那这其实已经困难度非常非常高 大概你的技术工艺都必须要达到极高的水准 那所以这里面我先讲一下 就是说 如果以先进制程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反映出来的是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终究呢 它的光刻机 仍旧是它的 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软肋 那什么时候光刻机可以突破 让它们可以自产 足够分量的EUV 将会是它在半导体产业 能不能快速进入到先进制程 非常重要的关键 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 它的进展速度不可能太快 因为你要知道光刻机 它所牵涉到的这种零件 很多其实那要求的程度是极高的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它们还带突破 可是你从艾斯摩尔 它们所观察到的现象 因为这就是它重要的竞争对手了 艾斯摩尔所观察到的对象 它们现在是忧心忡忡 所以我不敢说在一两年之内能够突破 但是本来预估的十年 可能会缩短成为五到七年的时间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还要再观察 可是扣除掉这个EUV的这个进展 在DUV这个部分 我觉得展示的其实是一个态度了 因为对任何的智慧型手机 尤其像华为 它绝大多数的这一些供应链 其实都跟它自己有长久的良好的一个关系 所以理论上来讲 它的除了它所生产出来的这个晶片 很贵之外 其实其他的成本相对来讲都是偏低的 所以它整体的制造成本还是偏低的 所以它的获利能力还是存在在这个地方 更重要的是 告诉了整个中国大陆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就是我不会被打压而屈服 我觉得这对中国大陆来讲 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 那现在就是关键点在于 在工艺技术已经达到的情况之下 光刻机什么时候突破 它们的先进制程突破速度就会非常快 了解 确实今年的手机市场很有话题 那现在很多的当红韩剧或是录剧的场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男女主角们 他们拿着折叠机的场景 而这种折叠的智慧型机型呢 是三星他们在2019年首度发表的 不过后来被包括华为在内等一票 中国厂商的对手是后来居上 那现在华为甚至要首创 三折叠萤幕的手机了 在折叠技术上超车三星 那苹果阵营的折叠机开发又卡关的情况下 华为的三叠机 目前可以几乎说是独霸武林的一个状态 不过有个问题就是这折叠机的市场毕竟还小 那只占整个全部智慧型手机的市场份额 不到百分之而已 那华为选择在这个领域里面疯狂的内卷 会不会是一步险棋 我想问一下刚才也在把玩折叠机的杨老师 对 三星跟华为其实大概都是在2019年初的这个折叠机 华为在台湾也展示过 但是后来马上碰到美国的这个贸易战 就整个从台湾市场退出 所以我就只能买在两年前 两年前买了三星的这个折叠机 那您觉得用最好用吗 我跟你讲一用就回不去了 一样就回不去了 因为完全取代iPad甚至部分的电脑 电脑的功能 而且你看他所用的这个画面 是这样子的这种清除的 所以基本上这个折叠 三的折叠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样折叠 各位看这个其实真的蛮厚的 因为我最近看到像是这个亮哥用的荣耀 那我在大陆上看了很多大陆一些企业家用的是华为的折叠机 哇真的是不好意思把我的手机拿出来比较 又宽 你看这个太薄太窄了 所以你这边虽然可以这样打开 可是呢你打开才会用 那华为跟荣耀的事实上这边跟一般的手机差不多宽 略窄一点点 然后打开之后呢这个是一个折叠 那三星有出一个正方形折叠 或那个比较fashion一点 这种长方形折叠是出的 三折的意思就是它打开之后 它可以再有一个 那就变成16x19 所以你看片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阻碍 我是觉得你现在在香港 你都可以买到Google系统的荣耀或者是华为 那大陆这边就更是如此 那华为的手机呢 它这个折叠机 目前的数字是 整个第一季 它的折叠机的出货量 已经较去年增加105% 不过因为刚开始出来 所以它的市占一下子增加很快 而且它现在已经占全球40% 超过三星 而且要做所谓的这个三折手机 在第二季就会出来 你知道iPhone 它的折叠机预计是什么时候出来吗 2027年 你没有听错我还去查了一下 它说最快2026 因为它技术上的卡关 我不知道为什么iPhone取不得 就是说它可能是在成轴跟那个 也就是说荧幕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 我个人是觉得 折叠机的市场会越来越大 尤其在一番的这些商务学生的使用上 会越来越广泛 折叠机的市场份额能不能持续增加 我相信有需要像更多 养老师这样的消费者来购买 使用 进而认同才有机会 不过我们再来谈谈看 苹果今年也要推出iPhone 16系列 虽然不是折叠机 但是它的模型机也已经在网路上掀起讨论了 而虽然苹果去年的智慧型手机 这个销量在全球是排第一的 不过它们在中国市场是卖不动的状况 倒是华为今年第一季在大陆的市场 手机销量是暴增了七成 不过到了第二季 这个市占率的排名呢 又跌到了第五名 怎么会有这样大起大落的现象 我想跟基本总编来请教一下 当然这个华为回归这个5G手机 是这个去年Mate60 开始引发这个华为手机购买的热潮 从那时候开始其实我们必须承认 华为的手机特别是Mate60 还有后来的Pure70陆续出来 确实在中国大陆的手机市场掀起一股旋风 比如说到6月份 今年6月为止 其实Mate60系列已经出货超过1000万支 这成绩算是非常的好 但是基本上整个中国大陆 目前它的机器 特别是内需市场 其实还是呈现一个相对低迷 虽然是慢慢变好 但是包括你看就业市场 大家目前都趋于保守 不太愿意随便跳槽 另外对于消费部分也有一点不振 也只对于像华为这种相对高价的手机来讲 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冲击 尤其是这个高价手机 在中国大陆的手机定位市场 大概5000人民币以上 大概被归类为高价手机 因此在比较缺乏这种低价 特别Vivo 还有这个小米 OPPO等等国产手机 它很多1000人民币左右的 因此华为在这个地方我认为就比较吃亏 大家认为它的性价比相对比较没那么高 而很多像其他品牌的中国手机 它在拍摄功能还有很多功能等等 也不会比华为逊色很多 因此就让华为在手机 这个第二季的整个销量来讲 这个下降那么少 我们说华为厉害的地方 其实不只是卖手机这类的消费型电子产品 它们还有基础建设 甚至是军用科技的产品 那最近太平洋岛国万纳度的总理萨威尔 就去拜访了华为在深圳的总部 参观了用于强化警务 跟降低犯罪活动的监视技术 似乎是很感兴趣了 而在非洲的尚比亚 也启动了第一个智慧村的计划 同样是有华为在背后做这个技术的支援 那相比欧美地区为了对抗华为 很多的国家都用所谓的国家安全 当作借口来设立种种屏障 百般阻挠 但还是有像尚比亚跟万纳度这样 敞开双臂来欢迎华为 来积极建设的国家 那奉心姐也觉得 哪边的做法才是正确的 我们先回顾一下 当年的美国制裁华为之后 当时要求欧洲国家要更近 如果我们回顾当时的历史的话 你会发现 包括德国 包括英国 百般不愿意 德国多次的出具报告说 没有问题 我们其实已经检查过了 不会有国家安全的问题 我们也有能力去检查 华为的这一些 这些5G设备 到底会不会产生国家安全的问题 后来是在这一个 现任的总理上来了之后 红绿灯政府就对华为 才开出了红灯 他们说好有安全疑虑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提出 真正的安全问题出在哪里 没有 只说有疑虑 那你可以想象得到 就是跟美国的压力是很有关系 其实就连英国 英国那个时候也是多次的出具报告 说我们检查过了 没有国家安全的问题 但是最后还是受不了美国的压力 所以才开始说 限期要更换它的5G设备 那我们要从英国跟德国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百般看去美国的压力 原因很简单 因为便宜稳定耐用 那这就是你又便宜又稳定又耐用 那你地方上面的电信商 他们其实高度依赖 华为的5G的这些设备 那你要叫它更换 它一下子要更换出来的 那是又不稳定 然后又昂贵的这些设备 对它来讲它怎么受得了 所以你如果扣除掉这一些 因为在这个跨大西洋 美国跟欧洲之间的关系终究密切 那如果美国的压力没办法那么大 不要讲说这些 这个桑比亚啦 万纳度啦 这些国家 其实你就会发现 包括中东 还有包括了非洲 还有很多的南亚 东南亚的国家 就对他们来讲 使用华为还是上上之选 华为在风行前看来还是很好用的 好那观众朋友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探讨 如今中国大陆的旅游非常的火热 连老外也疯狂的现象 好现在记录天气非常炎热的夏季了 那这个暑期是旅游的高峰 全世界都在出国玩 观众朋友有没有想特别去哪些地方呢 那我们来看到现在中国大陆当局推出的 144小时免签政策迎来了大力多 根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统计呢 2024年1到6月份 大陆出入境的人次为2.87亿人次 同比增长了70.9% 其中外国人就占了2922万人次 入境是1463.5万人次 比同比增长高达了152.7% 那他们推出了这个免签朋友圈 不断地扩大出入境的表现 让这个旅游热潮是遍地开花 那我想问一下杨老师 你怎么看这个单方面的免签政策 还有他对于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提倦 会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我觉得中国的旅游一定会红起来了 那因为你都去过好多次 日本啊 欧洲啊 对不对 东南亚 那接下来呢 一个其实绝大部分人还没去过 我就只是在过去五六年去过一些地方 我深深地觉得中国的旅游的规划 不要讲城市高铁基础建设 我已经是完全可以跟东京做比喻了 你讲黄山 长城 西湖 苏州老城区 然后呢洛阳的龙门石库 这都我自己去过的 那四川更不要讲成都那边 然后我还没去过九寨沟 我必须要讲黄山 黄山我一直都还想要再去 每个季节我觉得都应该去 而且它里面的规划 那种整个园区的保育维护 我就是很佩服的你知道吗 四季有不同的面向 它那种尽量人工让你方便到 你真的觉得其实很舒服 但你又不会破坏环境 长城也是如此 那更不要说在云南 贵州这些地方 云南 贵州我还没去过 我们都是看YouTube 我去过的地方 我都觉得这些 已经完全不适合全世界 顶级的这些旅游的区域 更不要说都市 而且你到这个地方其实便宜嘛 你现在觉得日本便宜 去中国大陆更便宜 对不对 大概只有上海稍微贵一点 北京也稍微贵一点 然后所以大家一开放免签 你就CT不CT 对不对 现在这句话了 然后呢 这个一定是会如此 可是呢 大家现在在台湾这边 我是觉得很可惜的是 因为赖清德用这个红色警戒 把这个禁团令维持下去 过去有七成八成的台湾的人 到大陆去旅游 其实都是靠组团的 那我现在觉得就是 台湾旅行社跟大陆旅行社 应该要设计一些套装的自由型的行程 让你的就更为方便 更有多的这个选项 大家去多看一下 多体会一下 其实不要被这个西方媒体所误导 所以你看到西方的YouTube上面 每一次刚开始 第一集一定是说 我们背叛了所有西方 挑战所有西方媒体的紧张 在这样这边会危险 肚子痛 然后会被骗 所有的 刚开始的时候 所有的媒体都说 他们都告诉你 都是错的 都是谎言 那当一个 两个 十个 一百个 一千个不同的博主去 然后都得到这样 同样的经验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情况会如何 我觉得一定会热起来 那台湾这边只能去自由行 那我觉得大家 现在就是旅游 还是旺季 还是去旅游 还是一个很好的旅游活动 应该可以多考虑 大陆方面这边旅游 好 刚才我们亚老师有提到 CT不CT 这句话可以说 现在是中国旅游的关键字 掀起了在中国大陆社群平台上的爆红旋风 您可以看到在抖音小红书上面 都好多人在学这句话 而它的起源是一个美国的影音创作者 这个宝宝熊 他带起了风潮 这个CT不CT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形容现在大陆很多的地方 很城市化 阳气 时髦 它是一个这个褒语词的赞美 那对比起来 以往在英语所占据主导的国际传播语境下 其实中国的形象经常被西方媒体转译 甚至是妖魔化 那如果是换成这些素人自媒体到中国玩 他们透过自己的经验亲身看到吃到体验到之后呢 通常都是给出不错的评价的 而这种老外视角看中国的滤镜大家又特别喜欢 那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欣凤姐 这样子的现象是不是跟自媒体还有很多西方传统媒体 他们的视角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自媒体看到的是真实啊 而西方的媒体你会发现他们带着滤镜来看中国大陆 那么我觉得这个现象很有意思 因为其实我看数字 我都一定会把疫情前跟疫情后拿来做对比 因为你如果只是跟去年同期比的话 其实你是对比不出那一个真实的状况 如果说我们是跟2019年来比的话 你注意2019年的时候 其实中国大陆那时候已经在金晶记啊 还有长山脚以及广州 那么开始试行144个小时免签 所以其实2019年那时候呢 外国旅客 外国游客或者旅客 他可能是商务的 也可能是观光旅游的 其实人数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高 那那时候呢 我们看到2019年一整年 外国人数进出 大概是9767万人次 那就大部分将近1亿人次 那么半年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讲说 大概是接近5000万人次 就4500万人次 那现在的数字来看的话呢 其实外国人出入境的数字 以上半年来看 大概只有达到2019年的6成而已 换句话说 它其实还有很大 可以努力的空间 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些结构上面的不同 在2019年的时候 商务旅客的比例非常非常高 那现在呢 商务旅客的比例是降得非常非常的多 那再加上有疫情的因素 所以会让很多人可能 对于中国大陆呢 还是采取却步的一个态度 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呢 你要注意它的 不管是免签政策 或者是144小时的 这个免签的这个政策 还有包括了其他的配套 比如说包括了 就是支付上面的一些 方便的一些政策 我觉得7月15号的三中全会 会更确定一件事情 就对中国大陆来说 他们现在相信开放对中国是好的 只要开放中国一定受益 那中国并不怕外界的检视 所以越开放就越欢迎各方面 用各种视角然后来检视之后呢 它反而能够突破外国的这些西方媒体 他们的滤镜之后所报导出来的扭曲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是全中国大陆 包括新疆那都是全面性的开放 那那种全面性的开放 对于中国大陆去洗刷 各式各样的那种冤屈 其实比什么效果都好 所以我相信中国大陆 其实是已经确定了 那个开放政策 未来只有更开放 而不会有缩减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疫情之后 它其实也是希望更多的外资 甚至是这些游客 都可以回去造访 为他们带来更多的 不同视角的解读 而且喜欢中国大陆的 可不只有刚才说出 CT不CT那位保保雄 包含了我们台湾的网红 钟明轩 他也是多次来往大陆 并分享了他的亲身经验 他说呢 中国他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 那有这么多人表达喜欢 包含了中共的官员 像是陈兵华 毛宁他们也纷纷表示 其实大陆并不可怕 欢迎大家来玩的说法 那其实不满三位 上个月 月底的时候 我其实才去了一趟上海 跟乌镇 其实我是蛮喜欢那边 你也是去乌镇啦 对对 我家人也是去乌镇 我是去浙江温州清田 那我家人还另外去了乌镇 就觉得那边的那种江南水乡 那种感觉很方便 加上现在电子支付各方面 就是用一台手机 就可以搞定全部的十一柱形 那像周明轩 还有宝宝熊 这些网红 他们就跟我们去玩一样 真切感受到中国的美好之后 他们是勇于说出 不同于西方传统媒体的观点 不过 却换来的是沿上 或者是很多人就批评他们在残余 魅线啊 种种的攻击 金文总编 你怎么看 好像说好也不行 说坏也不行 为什么现在的风气变成这样子 其实现在的资讯的传播和接收的方式和以前已经大不一样 以前可能主要的媒体占播 占有这个主要的话语权 但现在不是 各种自媒体很多 而且像这个TikTok 像小红素这种传播的平台 其实越来越受到包括年轻人的爱好 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 我认为这些网红或自媒体 它只是开一个这个视野之门 但真正你要见识 你还是要亲身参与 像我本身就很喜欢看 有时候美食啊 有时候一些好玩的地方 这种这个短视频 看了以后我就会想 我改天有机会我要去看一看 而就像杨老师讲 中国大陆其实它有丰富的这种旅游的资源 你要这种自然美景它有一大堆 你要历史文化它也很多 那你爱吃的人美食更是南来北往一大堆 有粤菜系 有江浙菜 有北方菜 你喜欢吃辣的川菜香菜 各种菜系都有 因此对于说旅游达人或者喜欢不同领域 享受旅游的人来讲 它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更别说它在很多基础建设 比如说通信 几乎三区也通讯毫无私交 比如说我有一年去恩师 恩师在湖北西部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它还是初期开发 但它已经有高铁通到恩师的首府 而且到处都有高速公路 连接主要的景点 它的恩师大家虎现在越来越红 它本身条件就好 恩师我认为戴着有色眼镜的滤镜 其实它在目前现今的传播方式媒介里面 越来越失去这种垄断的地位 恩师网红即使一时间会被污蔑 会被误解 但随着更多的人亲身经历 百文不如一见 验证过以后 我认为事实还是会胜于雄辩 那杨老师怎么看 现在网红好像说好也不行 说坏也不行 或者是你只要一讲中国好 然后就会被打成所谓的同路人这种感觉 这个不需要理他们了 我觉得其实都是少部分的这些一事五零 那事实就是事实 而且你不孤独嘛 对不对 你到大陆去 你用那个西城 他们叫邪城 那可以安排任何的这些的交通 然后呢导航 然后订打车等等之类 方便到极点 那现在这个微信支付 也可以跟台湾的信用卡去绑住 然后呢 你去上海出来的时候 你办一个快速通关 基本上你拿来说 去中国大陆好可怕 他会把你拦下来的之类 他问东问西问 人那么多 哪会问东问西问 而且那个台胞证 刷卡就通关了 那还有就是 你看到现在越来越多 他这些旅游资源 其实我觉得一个 过去大家会觉得说 中国大妈的家 中国大生 海跳 海跳房长 海外也是一样的 我上上个礼拜 去北京看了 有往外面的 我上海 海底下 他不是一样的 我上海了 我上海是星球 我上海了 你能够